好 刚才呢 我们讲了这个增删改 还有一个简单的根据主件来查询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再讲这个查询的一个比较高级的部分 就是根据条件来查询 或者根据分页查询 那么现在首先我们讲分页啊 这个分页查询呢 说这个本身搜索本身数据 肯定是很多数据才能搜索 是吧 你不能说这个数据一共就十几条 你不得把它锁到三里 这个就有点杀鸡用牛刀了 对不对 所以说一般来说 可能数据量很大 而数据很大的话 那默认都是进行分页了 默认都要对于这个结果进行分页了 那么这个分页如何去查询呢 怎么查询一个结果呢 这个时候我们来测试一下 那么在测试之前 我们需要怎么办呢 需要有分页数据 咱们现在是没有数据啊 咱们就加了一套数据 还刚才没有删过 对不对 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办 至少得插入一百条数据 是不是才能够测试啊 那么现在来测一下 来加一套数据 加一百条 这里头 怎么来怎么来做呢 public void test add list 我要先加一百一百条数据啊 那加一百条数据呢 我要说手动去加 肯定就类似了 是吧 接下来我们就直接用个循环 可不可以啊 印的I等于 I等于零 I I小于一百 I 加加 没问题吧 然后呢 在这里头怎么办 我可以去 对 我可以去构建这个尸体 OK吧 我可以构建这个尸体 但是呢 你这个主件 你肯定不能一样 一样的话 你不管续团多少次 它都是一条 就是 这时候呢 怎么办 I加上 EL 那里吧 第一个是零开始的 这一加EL 是不是它自动就会转方成什么 转成浪了一起 然后别的呢 这个别的名字我也改一下 加上一个I 就是从华为Mate0开始 一直到华为Mate99 OK吧 就是这么一个方式 没有问题吧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在后边 再加一个 再加一个品牌 品牌我后边也加的I 加的I 为了方便测试 别的没问题吧 我在这再加I 一个版本涨一块钱 没问题吧 好了 就这样吧 主要为它测试 那我在这里头 徐华去构建一个旅板实体 接它怎么办呢 接它 我是不是要 要把这个东西给加进去 给它加进去 但是你这样的话太低效了 你每一次循环都要提交一下 虽然怎么办 这个提交你可以放Mate0 你可以在这循环去插入保存 然后最后一个提交 可不可以 但是实际上来说 我们还可以做得更高效一点 批量仓 批量仓 批量仓的话 这里头有一个 Sore of Tablet的点 Sale Beans 直接就可以存一个什么东西呢 存一个集合过来 明白 那么集合过来之后呢 它自己就内部就可以做一个什么呢 自己内部就可以做一个批量仓入 那么这种方式呢 比那种以循环去掉这个 Sale Beans 要更高效一些 OK吧 那么这里头怎么办 先构建一个粒子集合 对 然后你用Array Array List OK吧 然后呢 我们现在把这个 导进来 OK吧 然后呢 这里头把它点 Add Add这个Atl 对 这样一来 我学完之后 这个粒子是不是就勾建出来 然后把这个粒子 直接扔到这个Sale Beans 那么这个效果和刚才是一样的 但是更高效一些 那这样一来 它就可以实现一个批量数据的增加 好 现在我们执行一下 好 绿意了之后 咱们现在再查询一下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这个数据旧了 那时候我们加了100条 它怎么出了一个10条 默认的讲一下是 从0到10 你看到吗 这个就基本上是从0到10啊 那么假如你想查20条 你这里改成20 那这时候它查的就是20条9 看到吗 那么你要是想从第二页开始查呢 你就这里头写20 20 那么这时候它就从 其实所以的话 就从20条开始查 查20条 好 我们现在再查一查 大家看 是不是从21开始查的 对不对啊 这个所以 其实所以从从0开始啊 这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数据啊 就有了啊 这是从界面上来进行查询的啊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讲解一下 如何来通过这个代码啊 来进行分运查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